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来到专科抗疫 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 是儿童免疫过敏科和传染病科的专科医生 陈毁明医生 您好 大家好 我想问一下 从小孩来说 你们有没有数据是有长疫症的问题 大人我们经常说长生搬 可能气没那么好 肺没那么好气 可能老母 可能不太聪明 这些可能相对比较轻微的症状 但是小孩的长生搬 如果他真的理会出现的症状 可以是多系统炎症 如果你说多系统炎症就很麻烦 因为多系统炎症 就是身体五臟六腑每个地方 都可以出现发炎的情况 轻质的 肺部 心脏 受损 重质的 影响你的老婆受损 广泛的发炎反应 其实什么叫发炎反应呢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白球 因为打仗 所以他就分泌了一些 介绍那些是毒素 射很多飞弹 亂射 所以其实如果那个炎症发得严重 其实不单止病毒死的 你自己都死了 所以如果你想想 他那个多系统炎症的意思 就是全身每一个角落 都有发炎的情况 身体都以为还在打仗 还是混乱的情况 那就会出现 每个系统的一些受损的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都见到 在新冠肺炎感染之后 我们发觉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是受到刺激 有些很多都不是第一个星期出现 是第二、第三个星期才出现气喘 所以感染完新冠肺炎之后 我们发觉第一个星期未必气喘 就算是敲喘底的那些小朋友 都不是 可能有一部分是去到第二、第三个星期 才能速度飞起 所以 你看到之前我们有些个案 真是不幸的 是出院之后 在家里突然间出事 哦 那样 对了 明明出院 第一个星期 退了消购 很正常 回到家里突然间气畜 很急 那就过身 这些是一些有这样的案 小朋友 这就是指气管炎器 或者是烤喘的影响 究竟现在医学界 或者你们移科免疫系统 有些什么的影响 有没有数据 例如有没有 男生多些 女生多些 什么岁数 或者是否要感染很重要 才会有MIC 或者是轻微症状 都会有等等 或者MIC 会跟随多久 有没有这些数据 其实两年前 已经开始有报告 这一两年 其实都存在了 有几百个临头个案 有些综合汇税报告 如果看回这一方面的 小朋友的汇税报告 我们就看到 如果你说是MIC的小朋友 其实都很多时候 就发觉在白人 或者是一些外国人 就多一点 因为亚洲人 有第二样东西 就是川崎病 其实川崎病 原来跟多系统炎症 是有一个几密切的关系 都是一个免疫系统的混乱 有法的问题 所以多系统炎症 其实一旦不出现 但如果一出现 通常都是几严重 所以是一个不能够忽视的问题 最初新冠感染的症状 有没有关系呢? 很有趣就是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 你不要想着 初初新冠肺炎感染 我的症状更严重 是不是多些机会出现 后期的多系统综合的炎症 不是的 是 有很大部分的 是之前 他甚至可以是无症状感染 是 他之前感染了新冠肺炎 后来才找回 发觉原来感染过 但是之前没有报过 没有症状 之后隔几个星期 才出现多系统炎症的问题 所以 其实 他与那个临床的严重程度 又没有一个很直接必然的关系 不过当然 因为在全世界这方面的数据 现在都一直存在 我想 未来会再清晰一点 但是 到这一刻 都看不到有一个很明显的关系 最近又有些报导 也陆陆续续 不是一个报导 有些肝炎群组 其实是不是都是关你们的 你那个肝炎群组 其实就是今年年初开始 在英国报导出来 现在都已经在美国 加拿大 欧洲 不同的国家 都已经陆陆续续 发现更多的个案 所以现在 起码 在记载文献有报导 都有百多宗 这些肝炎 它的独特之处 就是它主要影响年纪很小的小朋友 很多时候都是一至五岁以内 但是 它一发出来 就大件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发出来的肝炎 除了抽血会看到肝酵素高 它会有机会出现肝炎的症状 例如肚痛 黄胆 之外 十分一 超过十分一的人 其实一百个里面有十几个人 是要做肝壮移植的 即是说它是会发到肝壞死的 所以才引起全世界这么大的回响 而且 亦看到 这个肝炎 很多时候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一些常见的病毒 例如甲型肝炎 月型肝炎 全部找不到 有少部分个案 就怀疑 找到一些腺病毒的感染 但是腺病毒是另一种病毒 也未能说它是一定有 因为在少量个个案 找到腺病毒 所以 其实 现在 暂时来说 都会觉得 很有机会是一个新冠肺炎感染之后 引发的一个疑问症 而且这件事 肯定和疫苗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你一至三岁都没有疫苗打 外国四五岁都没有疫苗打 所以 大部分这些肝炎的小孩 根本在外国 是未打疫苗 但他们 很多时候 会找到 原来之前 有感染过新冠病毒的 有些可能没什么症状